讀卖居然上周和白海道火腿斗士 完成二换二的交易 居然均用投手集穿光夫 和捕手鱼左剑真武 换来了左头藤刚鲑鱼 以及剑骨羊瓶 集穿在交易之后 重返前东家火腿 而居然放走26岁的捕手鱼左剑的决定 也引发讨论 好奇居然的阵营有什么盘算 巨人目标稳固牛棚后防 但目前先发轮值也有点头痛 特别是王牌投手金也置之 重返一军之后三传的表现起伏 上周面对阮营 剑指先发一局就惨爆了四分退场 让人担心这位A4级的强投 调整出了什么麻烦 其实即便他前面两场投的 感觉内容好像还不错 但是其实账面上成绩不错 但其实账面内容 跟他以前的压制力还是有所差异 只是说今天可能运气好 他十分能够在控制内 他当然最后一场 对阮营来一场 他控制不住就完全炸开了 那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身体状况 还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重点其实会在英景俊贵 因为英景俊贵 他在交流战表现的相当接触 那如果说他的这个优异的表现 拿到接下来球技赛 能够维持这样一样的好表现 那我觉得对巨人的先发投手 是一个利益多 因为金正信贵 他其实本身就已经是 巨人规划里面先发投手 那英景算是比较成一个意外惊喜 交流赛结束之后 目前独卖巨人三十八胜三十败 占据央连龙头 领先广当鲤鱼一场胜差 交易来的新同学腾刚和剑谷 能不能尽快适应 提供牛棚更多的可用战力 以及受伤洋棠麦斯森调整状况 都攸关巨人军央连第一的保卫战 监督原成的更漫长的调度考验 还在后头 我们来推讯三双黄华君采访报导